大家好,下期给蝴蝶兰浇好水是非常关键的管理工作 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把水浇好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给蝴蝶兰浇水的话 只是要三看就能把握好浇水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为了后期养护蝴蝶兰更加轻松 那么我们就在盆里面给它追加一些磨肥 像这种长相磨肥一年只是要给它适用一次 在后期呢,我们只要给它浇好水就能让它生长得好 那么我们要如何掌握浇水呢? 首先第一看就是看这个借机 我们所用的借机如果是这种水苔的话 发现水苔已经发干发白了 我们就用手起按到这个蝴蝶兰中间 感觉上面要凿气或者是虚润的话 我们就不要给它浇水 第二看就是看根式 我们使用这种花盆来看呢 就是很明显看到这些根式 如果这些根式还处于像这种比较绿色的状态呢 证明储存的水分还比较多 如果是出现发白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浇水了 第三看就是垫花盆 感觉这个花盆比较轻了 也就是缺乏水分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给它及时浇水 但是浇水的前提 如果连续下一天呢 我们先不要急着给它浇水 等到天气晴朗了 我们再给它浇 就不会导致这个水分难蒸发 或者是处于积水的状态 导致出现了烂根的现象 掌握好散砍之后 给五点烂浇水就轻松多了 就不会引起积水烂根的现象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